地下施走 選擇不多只有兩家店 客人也是小貓兩三隻 這就是桃園機場二航廈的餐廳 根據航空界最具有公信力的評比機構SkyTrix 桃園機場在135間國際機場裡 去年排名第85名 而且分成五星等級制的評比 桃園機場一顆心也沒拿到 也很貴喔 然後提車就很難 提車就很亂 亂不發發的 所以看到覺得很丟臉 五星級飯店的價位 但是事實上我想如果有在這邊用過餐的話 我覺得跟大海島沒有差太多 其實桃園機場已經快30年的歷史 設備老舊還一度被媒體踢爆 廁所髒臭 沒人力 經過報導情況在一天內就迅速改善 也就是因為設備不佳 所以瑞士國際機場協會的服務評比例 桃園機場乾脆沒有參加 對於這樣難堪的結果 民航局已經砸下20億要整修老舊的第一行下 不過讓人聯想到的是 去年9月中正機場改名 變成桃園機場 花了2000萬的證明工程一細間就完成 但機場設備的改善卻遙遙無期 有民眾大罵 該改的不改 沒那麼急的卻馬上搞定 要和其他國家競爭實在困難 TVB 從廖東慶 傳人報導 謝謝你